《小时代》我看了 因为之前的影评批得太狠 所以说也没有抱太大的期望 但是看完之后我想说 至于口诛笔伐到这个地步吗 这电影你说它画面好看 演员长得赏心悦目 而故事讲的又是 友谊友情职场励志正能量的 人家这初初茅庐的新人都那么淡定 那咱们还群情激愤个什么劲啊 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新人导演来说 这样的成绩绝对算是上是及格了 关键是影迷还有读者朋友们 都很给郭敬明和几位主演面子 让票房是一路飙高 简单来说就是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说去吧 拍自己的片让票房继续嘚瑟吧 可是最近我听了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说这部在暑气堂 主攻年轻市场的电影 在票房大获成功的情形之下 临时决定把原本定在年底上映的 这第二部提前到眼前 也就是今年的八月份上映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真的可以称是 我们猜中了故事的开头 没有猜中故事的结尾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 就是完全为了追随热度 急功票房 如果这样说的话 真有点急功近利了 来看我们的独家调查 小时代二原定的是 赫岁档上映 然后现在调档到八月份上映 是真的吗 还没有确定第二部的档期 因为支柱还没完成 那也就是说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 是赫岁档上映是吧 赫岁档是最早的那个计划 但最后是春节 还是说八月份都没有最终的结论 由于后期制作尚在进行中 小时代二并未确定改在八月份上映 不过听起来至少片方已将调档方案提删日程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令小时代二萌生放弃赫岁档期的念头 据了解由冯小刚指导的《私人定制》 《真子丹王宝强》主演的《冰封侠》等影片 将于12月份悉数上映 难道小时代二改档期 就是为了避开这些赫岁档大片吗 那究竟是不是因为想要避开 《私人定制》这些电影才选择的调档 有调档期的想法 还是因为第一部的这个市场的反应吧 就我们觉得是不错的嘛 的确小时代上映以来 虽然观众口碑褒贬不易 不过其票方成绩却颇为不俗 一周多的时间内已突破三亿大关 因此维持话题新鲜度 不失为片方的明智之选 那片子如果真的调到8月份上映的话 是不是有那个趁热打铁的意思 有这样的想法 小时代一在票房上能取得成功 离不开学生群体的强力拥促 因此第二部在调档日期的选择方面 也势必将抓紧这一人群 然而影片现在尚未制作完成 如果不能敢在正值学生放暑假的8月份上映 片方会不会给出第二套方案呢 春节前后 对 春节前后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影片的受众群 它是学生嘛 是主体是学生嘛 然后春节前后也是票房的黄金档期嘛